这是一局将近1500分的高端巅峰赛 常看视频都知道我是主玩打野的嘛 辅助的话基本没怎么玩 但是为了阵容合理 有时候也要做出让步 那么对于那些不怎么会让辅助 又必须打辅助的情况 这里道宝建议可以无脑选连坡 开局第二技能 不仅伤害高还有救龙效果 尤其像诸葛这种清兵线慢的中路 动了连坡就可以轻松抢下线权 辅助连坡之所以强 在前期没有装备加持的情况下 能抗能打 到后期装备成型了 不仅有足够的坦度 除了一把黑线往前能当转时打 是一个全期都很强奢的英雄 诸葛你快走 别想着贪兵了 这两个人大意轻敌会付出代价的 一 二 打招 我顶 如来神掌 想换我 门都没有 来来 半水阿黎不作为局 暴力冲撞 完了 要被秀了 打招 大意了大意了 不过大宝的最有名一直都是 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卫一用掉了 那他这次可就秀不起来了 坐下 两段一技能 加上大招 一共三段控制 只要完美衔接上 对于没有什么位移的小脆皮来说 基本上是没有活路了 这个配方对莫子来说是比较熟悉了吧 当然不能就只欺负莫子 偶尔也可以换换口味 比如说这个牛牛 战术抱头 抵挡控制 打招 冰线就位 对面少人 那这个二塔势在必得 作为肉服 当然要身先士卒 肉身开团 分散他们的站位 打乱他们的节奏 做完了辅助该做的 那剩下的 队友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上路冰箱进塔了 比起帮队友正面拆塔 去塔后拦截的方法会好很多 反正他们来几个也打不动我 驴部残血勾引 嘿嘿 对面要上头了 挑真角度 确认位置 我顶 虽然这几个都是残血 但是只要有我在 就跟你半毛钱关系也没有